哈啰,大家好,TOMETHOです 今天来要介绍科研二期 科研二期跟科研一期的玩法差不多 只不过它的解锁条件会有点不一样 它这次的解锁条件就是看你这个建船技术 技术点达标之后就可以解锁 开始研发科研船 那这个建船科技点是怎么来的 其实这边应该就会有详细的说明 到时候你们台版中文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 主要就是你获得的船 然后满兔数它会给你一定的科技点 累积科技点就可以开始研发你的科研船 那具体的科技点数还有条件需求 我们来看一下图表可能会比较好理解 好,首先是西雅图 西雅图是白鹰的青群 它需要白鹰760点 然后农经验是白鹰的前卫 只要前卫就可以收集西雅图的经验 那乔治雅也是白鹰的战舰 它需要最高的点数是白鹰点810点 那农经验的地方就是白鹰的主力才可以获得这个经验 北风至重鹰它需要780点 然后需要前卫来获得经验 无锡是彩皮这边比较麻烦一点 它需要900点的重鹰点数 而且它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是需要重鹰的主力120万 第二阶段就是重鹰的前卫240万 而且彩皮需求的经验会比较多 再来斐车的大帝是铁血的战舰 它要求铁血的点数要达到630点 其实还蛮多的 那能拿经验的部分就是铁血的主力360万 因为是彩皮所以那种经验非常的多 那之前会说你铁血活动啊 不管怎么样能多拿一些铁血船 就是在这边 因为铁血的船很少 所以你能拿到的点数也相对稀有 就像日本压缩机一样的稀有 所以尽可能的去把铁血活动的船都拿起 满图 然后这个点数就够研发这个斐特埃大帝 再来就是加斯科涅 它需要白鹰跟铁血 基本上你可以农乔季跟斐特埃大帝的话 那加斯科涅的条件就是 其实一定可以过的啦 那它可以收集经验的代表就是铁血啊 还有自由冤尾或是维希的主力 舰队都可以拿到经验 好接下来跟你讲去哪张地图链 什么叫做有效率的农经验 这个是我们讲的是时间效率 时间效率的话基本上就不会去考虑友好的问题 所以你在越短的时间拿到越多的经验 这代表说你农经验的效率比较好 而不是说油耗比较好 好再来 假设我们今天要拿前排的经验 那这不是前排放三只是不是比较有效率 那以前排三只来比的话 其实这总共是拿两千次 因为一个MVP嘛 然后再加另外两只 总共就是乘以4 基础经验乘以4 那12张的话可以拿到十千多 后排因为有旗舰的效果 所以三只后排的话 对 基础经验乘以5 那应该懂吧 7-2有三千 然后12知识有五千一 但假设一百万 你只要农一百万的话 7-2你大概农415场 那12知识得要240场 那后排更快 后排不到200场你的一百万就农完了 其实很快 相对的你在7-2你要花更多的这个长次去农 所以时间真的没有比较快 那你说油耗呢 其实经过很多次的证明了 基本上12张的油耗比不管怎么样 还是比我们7-2来的多很多 假设你说7-2可能还有低耗啊 零破啊什么之类的 之前就讲过零破已经不需要再练零破了 因为现在有舰队科技 舰船科技这个系统 你还在练零破的话 你浪费太多时间在零破上面 大家都在拿120的时候 大家在往120重刺的时候 你还在练零破 你这是越输越多 所以不要再有这个零破的思考了 满破练到120 这是游戏的终点 所以尽可能就练到更多的120 才是这个游戏的目的啊 那12张基本需求就是安全海域 还有平均等于110 那如果可以配合我后面的配对的话 基本上不会太难 当然等级越高越好啦 那现在13张也开了 所以12张基本上有周回模式 也不会怕有埋伏啊空袭之类的 所以周回的情况会更加的友善许多 好如果刚刚这边经验的部分 完全都听不懂的话 你就要记得 这个12张有最好的这个经验效率比 所以还没开拓到12张的 可以慢慢开拓到12张了 因为12张真的是往后 你在练功啊做科研什么的 都很好用 因为这边已经不仅是科研二期 还有三期 所以面对到以后三期的来临 你12张是必定一定要开拓开通的 但练功真的会变得比较快一点 好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北风跟五七的这个组合 北风要前卫 那五七也有前卫需求的这个经验 这边的配置呢 就是补血嘛奶妈 后面放两个 或是独角配这个女造神都可以 只要把这个防空补满就好了 那飞机的部分呢 有能用夺乱就用夺乱 这个海燕没有伤害 然后尤尼控 其实尤尼控基本伤害还蛮高 要注意的话 如果尤尼控会抢MVP的话 你务必把它换成这个降风 那这边前卫的部分 最好是其实用这个神通 神通雷击啊对空都不错 然后五十例可以增加对空的伤害 其实在12张你这个打空 你这个打飞机的伤害呢 其实也会算到最终的伤害里面 所以这边打飞机也是蛮重要的一个伤害来源 再来系列非常的推荐 系列除了基层的属性还不错 油耗底以外呢 它有增加这个前排巡洋经验的一个手段 所以整体在打经验的过程中 它起到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经验非常的多 所以我会推荐就是前面这一坨 就是前三后二的组合 那如果你这些没有捞到或是没有练的话 你还有下面这些可以选 最上啊 川内啊 高雄啊 这些都是不错打伤害 而且可以抢MVP的一个来源 那这边其实也证实了 这个神通抢MVP的能力非常非常的高 因为有雷击的效果 而且其实整体打下来啦 状态非常的好 而且也可以证明说 虫鹰在这种对空环境里也可以全清 那虫鹰都可以全清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飞机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剩下就是看如何去打出更多的伤害 抢MVP了 这个武器也有后排需求的这个经验 120万 那这边你可以请到这个长门出来啊 或是请这个飞龙或是苍龙 吃喝什么都可以 后排就放三只虫鹰的角色 那前排呢你就选对空高的两只角色就可以了 那这边对空高的就是属一些美系的角色 那或者是这种比较坦的海鲜组合 这边我会比较推荐说你用这个不死鸟 还有猪糯 我相信台版应该练猪糯的人蛮多的啦 那这边蓝皮的组合对空能力也是不错 坦度也是不错的 基本上应该可以蛮深嫩 前二后三相对比较低耗 而且稳定MVP的一个组合 好再来西雅图 西雅图要前三后二 前面三个美国队 那这边前三就是可以 刚刚用不死鸟跟猪糯嘛 那你再找几个输出位 来帮忙抢MVP就可以了 那这边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这个12张有很多很多的盾牌 存在大量的盾牌 所以在使用这个美国炮群的时候啊 我们都尽量去装备这个秋月炮 因为秋月炮它打出来的子弹数量相对的比较多 所以有效去打破这个盾 然后让你的主炮输出能够打在敌人身上 不然时间拖久了 就算再烂的飞机 它飞了好几次之后 三次四次以后它其实造成的伤害也是蛮可观的 再来就是打飞机的伤害啊 然后实弹的伤害啊 然后实弹的伤害 尽量能够打在这个阻力的输出上面 除了拉斐有不错的一个输出之外 因为拉斐除了主炮还有鱼雷的伤害 所以它算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如果拉斐不要的话 你也可以选用这个威奇塔 主炮比较强势的这个重群或是小民 这样抢了一批MVP的方式会比较好 那如果诶 独角兽会强的话 那你可以换成这个江峰 或许就不会那么强了 好其实你后排用大炮队的话 那你务必要把这个大炮 换成这个金410 对没错就是那个金410 那个烟火炮 因为为什么 它的主炮伤害没有很高 但是它确实可以打出点燃的伤害 所以慢慢点燃慢慢dote 烧到最后其实前排的伤害也会持续输出 不至于说一次把对方打爆 让前排减不到任何伤害 至少它点燃 那可以让前排慢慢打 打到最后敌人也会死掉 那前排减MVP的这个成功率也会比较大 所以一般战舰都会推荐使用这个金410 而且你不要选那种有弹幕的战舰 有弹幕的战舰基本上就算装备410 也还是会抢 所以你要选这种只有主炮伤害的这种战舰 可能会比较好 如果你选个胡德啊 君主啊 那它就算没有装装备 它弹幕一样抢得下下脚 所以记住不要有弹幕 只要用主炮伤害这些战舰 换上金410 就还可以把我护这个前排的MVP稳定拿下来 好再来乔治亚就要美国的白银后排 那白银后排其实也蛮多可以选的 那北卡啊 华盛顿啊 企业啊 这些抢MVP的角色一定很多 小家家在抢MVP也是不手软的 你可以带一个女造神来保护一下血量 前排一样就是选一些坦度比较高的 那这次就不用带这种对控雷达抢对控伤害了 就纯粹只要主炮伤害就可以 它可以坦到最后 让后排去收拾就可以了 基本上白银后排还蛮好练的 好再来我们的斐贼的大帝 需要铁血后排 铁血后排基本上没有什么好选的啦 贝哉啊 780小奇波林这几只可以选 那日后这个铁血迪斯麦呢也会加入 那如果台服入手的话 之后也可以把它练起来 那前排选择两只随便选一个 就只要选两只 那这个不死鸟或是猪诺都是不错的 那这边要注意的是要放一点 这个防空的装备 因为后排基本上防空能力 其实不是很高 所以要加减打掉一些飞机的血量 避免后排去被撞到歪掉 因为2加3我们不带补血剑的情况下 需要去消一下这个飞机的血量 好最后是加斯克涅 加斯克涅可以用铁血 可以用法国鸢尾或维西嘛 所以这边有重叠蛮多的一个部分 这边法国队的部分 你只有让巴尔或是这个敦克可以选 那前排也是尽量选一个可以撑坛的 因为我们不带任何的奶妈 撑坛就可以了 剩下就靠后排的火力去收拾 好那最后一定会想要问说 诶那到底要先弄谁比较好 那我这边推荐一下这个顺序 先弄这个斐特大帝 他是最强的坦度跟最强的输出 再来前排武器也是一样 拥有最强的坦度还有最强的输出 再来你可以弄西雅图 因为他是有拥有对空能力相当不错的 如果你对13张有困难的话 弄他起来打13张会蛮轻松的 就算不打防空 他一般的这个主炮输出也是很可观的 那就是北风 北风是现在驱逐火力最高最高的一个角色 非常的强 再来你可以弄这个乔治雅 乔治雅是打王专用 打王的情况就比较有优势 其他一般在道中可能就还好 那最后是加斯科涅 为什么加斯科涅其实虽然有弹幕 主炮又是分离 好像打起来准度还不错 不过他单一艘船其实能力没有那么高 他等到整个法国舰队出来 离赛流出来之后 他才会有所发挥 所以等到那个时候 相信你应该也可以把加斯科涅给弄出来了 所以以上的这个顺序大概就是这样子 先弄大帝无期就对了 好啦以上是今天二期科研的一个详细介绍 希望能够帮助你在农科研的路上 能够稍微减轻一点压力 希望我的配置能够帮助到你啦 可以给你做一个参考 到时候你自己再去做变化再去调整一下也可以 那如果实在抄不下去的话 还是回七只的农可能方便一点 好啦以上是今天的这个介绍 我是草莓牛 我们下次见啦 嗯 拜拜